如果我們擦床 首先先擦床底板 轉半個圈 擦白色絲帽扣在螺絲位 我們擦床底板後 先擦這條底的橫木 之後再鬆床頭尾板的螺絲 如果是兩個人擦 上落閘就把它放到最低線 把它推到最低 然後我們這裡有一個粗的白色膠塞 就可以推到這個櫃 這樣就可以擦到下來 我們剛剛把白色膠塞由高處推到底部 就可以拔走了 最後當我們擦床底板 要回箱 不用的時候 記住用十指螺絲批 擦四口螺絲 因為這四口螺絲是來擦床底板的 好嗎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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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